今天要開始要跟各位介紹一個一個的能源 第一個介紹的是煤 這個應該在地裡啊或者生物啊或者什麼學過的 煤是什麼形成的 古代的沼澤植物然後被埋在地下 然後被細菌分解在高溫高壓然後逐漸的碳化所形成的 就是應該在古時候生物或者什麼地方學過的 煤的形成 就這個樣子是它的沼澤植物碳化的結果 然後呢因為它是古代的生物跟石油跟天然氣一樣 都是古代生物的遺跡 所以就被別人認為是一種化石的變形 所以我們就把它稱之為化石燃料或者是化石能源 一般都叫做化石燃料 所以煤、石油、天然氣稱為化石燃料 因為它都是古時候的生物被埋在地下所形成的 被視為一種化石的變形 所以把它叫做化石燃料 那煤的主要就是碳 那它除了碳之外呢還有什麼一些瓦鉤啊、氫啊、氧啊 有些無稽的礦物質啊、氮跟硫啊、什麼什麼 然後油、紙等一下就會出現 所謂的煤的等級 煤的等級 就是它會有的成分 固定碳 剛才講的碳 揮發就是能夠會變氣體的 有水分、硫分 因為碳裡面有硫、燒完之後會有硫氧化物會有些問題 灰分就是一些燒不乾淨的 剛才我會有提到 烏煙、瘴氣、飛灰那些東西 然後就是它的成分有這些 於是乎就會有一個等級的差別 如果它的碳的成分越多 固定碳的成分越高 水分啊或揮發分的成分越低 它就是越好的煤 越好的煤 於是就有個等級 好 然後有這些等級啊 泥煤、河煤、燕煤、五燕煤 看看就好 好 看看就可以像這個等級 就看一下你也不用廢 你也不用廢 不知道說有這麼一些等級 好 台灣過去有產煤 它是兩次重大的煤礦災變之後 海山煤礦跟煤山煤礦 在我小時候的災變之後 台灣就煤業就完全停擺 完全停擺 因為台灣的產煤都這樣升到地下 開產會比較危險 所以它沒有 但是以前台灣有產煤的時候 台灣的煤的品質也不是很高 品質也不是很高 所以呢 海電要做火力發電要燒煤 還要從國外進口來 現在根本不用講 好像根本就沒有煤那件事 你不用備啊 就知道最有這個等級啊 最高的就叫做無煙煤就可以了 你在念地的時候 可能有念過什麼地方產了什麼煤 可能有念過 就看看就好 這個沒有關係 重要 好 經常一下 知道這些等級就夠了 那最重要是煤的用途 最重要就是來燒 燒就產生熱 所以提供了所謂的能源 然後燃燒的熱 就是我們現在火力發電廠 未來會教火力發電廠有燒煤的 有燒重油的 有燒天然氣的 燒天然氣的 那其中一個是燒煤的 所以它一個用途 拿來燒 拿來燒掉 那還有別的 等一下會提到乾六 那我再說 就是乾六 乾六常務有所謂煉鋼煤膠 我們八年級下學期教過嘛 對不對 要放焦炭 煤膠做還原劑來煉鋼 然後還有一個煉化解藥 就是煤膠油 這邊是一個複雜的化混合物 裡面有很多的成分 然後裡面可以體驗出我所需要的物質 就是煤的用途 我來看一看 就是就可以了 好 就沒有什麼 就想欣賞一下就好了 也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東西 OK